这个YSL的羽毛粉底呢 是我最近很喜欢用的 它的质地真的非常的轻薄 就有如一层纱一样 那它的遮瑕力呢 没有那么高 但是呢 搭配海绵上上去呢 它的妆效是非常的清透 非常的自然 春秀的五四刀眉笔呢 是我用过这么多眉笔以来 我觉得是最顺手最好画的 那我这一支是在机场买的 买来的时候 它其实就像一般的铅笔形状 那贵节也不能帮你削成 五四刀眉笔的样子 不过我觉得 这样也不影响它 整个使用的感受 它潮湿炎热的天气化 眼影呢 一定要用眼影打底膏 来做一层打底 它会比较持久 那Laura Messier这个眼影打底膏 在我的影片也出现过很多次了 我非常的推荐它 Excel的这个四色眼影不用说已经是非常非常热门的颜色 那它整个眼影的发色度呢 其实是比较透明感的 不会是非常饱和的颜色 可是这个的好处就是你可以不管用手指 眼影棒或眼影刷 来堆叠好几次都不太会失手 感谢观看 眼影的最後呢我會選擇比較閃亮亮片比較有存在感的眼影 在眼頭的二分之一處做打亮 我真的很喜歡Laura Mercier他們家的東西 連這個小型便攜攜帶的睫毛夾呢我都有 那他這個睫毛夾我覺得比無印良品的很好 好上手不更好使用 因為我的睫毛是屬於比較長的 那這個睫毛夾呢也是可以裝得下我的睫毛的長度 並不會因為這樣子然後就卡到我的睫毛 會讓我很容易掉睫毛 這支Holica Holica的睫毛膏呢 他非常的適合在旅行的時候使用 因為他可以轉一下刷頭就會有纖長跟捲翹的兩種效果 蜈蚣腮紅呢真不愧是Benefit他們家的明星商品 這是我近期的最愛 他真的不管怎麼刷怎麼堆疊都非常的自然 很好暈開不會有那種猴子屁股奇怪的色塊 然後呢打亮的部分呢我會混合 Laura Mercier的兩個打亮餅 然後放在腮紅的上面 那在鼻樑跟下巴的打亮我就會用單一的顏色 這就是我在新加坡這幾天很簡單化的快速的妝容 那我這一次住的飯店呢 外面是比較靠近他們的大學 所以整個環境都蠻清幽的 我現在在新加坡的安祥山一條街 我今天早上的妝到現在都還沒有補 這邊有一些比較古老式的建築 可是他弄的還蠻整理的蠻好的 是一些咖啡廳啊什麼的 在烏捷路裡面烏捷路的尾端 然後轉進去的一條巷子 在釀魚上呢 我來參加結束的手 我來參加了三個花 我來參加我 我來參加你的道理 一條巷子 我來參加你 哇 我來參加說 他有很多人的派遣 就來吃吃吃吃看 我來召開了 我來參加你